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如先讲讲两批工具 先讲讲这些 我们正当做了一个箱子就放了我们的工具 我做雕塑的工具比较不同 因为我们有分冷暖烟 这边全都是热工的 你看到有些不同的铁 因为我们不可以拿到工业的玻璃 所以有些铁 有些剪刀 有些火槍 那边慢慢看到有些雕塑的工具 那边是少女的头部 我早期就是做玻璃 我早期比较喜欢做头像 现在反而就越来越喜欢做枪杖的作品 所以那边做头像也挺有趣的 因为玻璃做头 其实有很多艺术都会用玻璃做头像 然后有些雕塑工具 打磨工具 玻璃和金属和纹石都有些不同 我们可以看看Kent那边 Kent那边有另外一类雕塑的工具 那我交给你了 其实有耳罩和手蜜 其实主要都是保护自己的 但基本上最基本可以用的是 有些金属的切割工具 金刚砂 有些打磨工具 但这些有个不好处 因为它一定是危险 因为它不懂得停 但接着我会转移 做一些气动工具 因为气动工具有个好处 就是说 当它遇到太大的阻力 它会落机 不懂得转 但如果这些情况 就有机会爆点 那就会有危险 在做的过程当然要小心 我当作刁的程序 用了一些矿 但其实我最享受 最辛苦的是 后面那一支打磨 那你见到 舊舊些是有一些 叫做金刚砂紫砂紫砂 那你见到这只七个 但其实 下面这些砂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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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在十分罢 一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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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 但我沒有拿八千來,但起碼是十五次 即是要處理一個面,要十五次 那是否辛苦呢?未必辛苦 因為以前人家說和材料互動,沒有感覺 但當你拿著石頭磨的時候 用手去看看乾不乾 如果人家說曲線是否順暢 合不合乎你自己的流線 那你就會知道,這就是從材料互動 因為有一個正態的東西,令到你自己 好熱入定,更加去講 你這個題目是甚麼 你不斷思考你這個作品是甚麼 其實有機會是將令這個感情更加加深 將和別人分享的時候,你說的實話是更加豐富 那就是從事實行的 雕塑的一些稿 那就是在上面看到這個稿 懷中就是這塊業 那就是記憶的稿 那就是 那就是 永遠都是,做事之前是有一個 那其實有些是失敗的 其實有些是失敗的 其實懷中是失敗的 記憶是失敗的 因為這個是我十年前的一個想法 但最傷悲就是用了科技3D打印 就是成就了那些東西出現 一開始我打算是模仿來刁 是刁不定,因為我沒有這樣的功能 那現在是用了科技來將這個雕塑變大 那我們先去看看你的作品 那些功課來的 那就是專搜尋一下 一些素的功課 例如做一條石鵰 去救我們鑽童 那純粹就是一個認知 或者一個提供 去做一件事 然後你自己就會 自然會發生 你喜歡的那樣 我喜歡的那樣 很乾淨的石鵰 然後就說 我會想到 因為我信鵰九 那我就 在模仿中 就會將一些我感受的東西 放進一些功課的題材裡面 那我發覺就說 那就是作品的感情 那我就開始學多一些東西 那旁邊那一片就是 專搜尋班的深掃班 他可以做的 鑽竹 鑽竹去智光做鑽竹 然後我要做一個練習 做石鵰或者木鵰 那我要做一件遊魂 其實魚在救人所有 其實第一件事 就是自在 就是我希望我做作品 是自在的 那這些純粹就是 開始學習 將感情放在這件 而這件遊魂裡面 不是功課那麼簡單 嗯 那屋頂下面有了鑽竹 那這個是說 最近的感受 因為最近我的工作得官簽 其實我的工作得已經結束了 我們很大量的設備都沒有了 所以現在會集中做自己的作品 那這些是之前做了的 那你見到我用了很多鑽竹 很大量的 它們是中國很出名的 就是為什麼有釘織湖呢 就是釘織湖 аки莫竟是不是很勁抽 可以入成釘織湖 這作品其實是一個矛盾 很漂亮的木仔 但是下面充滿了釘 究竟你是釘 那你會有些什麼地方去探索呢 還有有人說 那些木棵是沒有門的 噢 只剩窗 甚至有些朋友說它跟宗教有關 那你就可以慢慢消化一下 這個我們叫做鑽造 鑽造就是用金層多些 用玻璃鑽造就比較少 其實我們國內很多廠是用鑽造的 但多數都是未必會幫我們鑽造的 所以我們多數是自己鑽造的 除了鑽造的溫度比金層低很多 我們鑽造的800度左右 這個是用了一個流動的鑽造方法 所以你看到兩隻玻璃 你可以想像是兩塊冰 不同的瓦斯特冰 放在一個模具上 而這個模具一間射的冰就會自己流動 根據它的空間就會流到不同的位置 變成一塊冰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我們叫做流動的鑽造方法 亦都叫做Q-casting 或者Q-forming 所以這裏是很強的 你看到的方法不是特別強的方法 我希望是將裝飾性減低一些 反正思考性強一些 聽說原來最好看的時間 就是每天的7點鐘 所以你可以拍攝到gos tours 這罗亦是白 bronze created 更為外的陽光 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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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 是能夠感受的 我覺得那一刻 我做事太晚了 我看法官說 你晚晚做事很漂亮 其實 我們 我有學過當代藝術 當代藝術的看法去 例如我們女生的展覽 我們早過晚都可以去看 甚至要看三次 因為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日後 去過客戶都會不同的 我也都學會 當代藝術會上的作品 都會排除了漂亮的動作 你反而思考一下 究竟為甚麼要做 無門的屋子 屋子這麼漂亮 但有這麼多釘 好 接著進來這邊 其實我失敗了我的工藝 因為我沒辦法能夠圓大放大 但現在這個科技要有進步 在幾年前香港開支 很成熟的3D素描 我的數字是探索了之後 我便是3D打人了 我打幾打都可以了 在這個狀態裏面 其實作品是用雕塑的情況 的數字是完成了的了 但如果有錢一點 就可以深化了 用真正鑄造 真正鑄造就是 你呈現了他的作品 只要是雕塑的 但如果我們沒有錢的想做藝術家的人 其實他已經做到我的真正雕塑的效果 就是他的反光臉 因為曾經聽我解釋過的人知道 這個結是紙摺出來的 紙是記憶 即是記低事 一個結成記事是記的 他的反光臉是這樣 他是反映周遭環境的東西 也是記的 但他很有趣就是 站在雙手來看 其實就是有時反映自己的內心世界 我是好像事不關己 他看看你們這些人 在做些甚麼 是一個冷眼旁居的感覺 就是說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為甚麼會出現冷眼旁居的感覺 而是說 有很多時候做人真的是這樣 就說 周遭的東西 刺激不到我的自首 但我要留意他們發生甚麼事 因為可能對自己 可能有很大的關閉和傷害 而是巧遭的動作 其實是保護意識 這就是我接觸雕塑開箱 第一個概念 想做的一件 就是十年前開始 我講到十年後的今天 做這件作品 這件作品我就是說 我經過雕塑的訓練之後 我對石頭畫或其他東西 都有些認知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做石頭 每件作品都可能是一個話題 或者是一個心情 表達一件事 我畫面有兩件比較具象 一對鞋一個包 但這件是純粹是石頭做石頭 因為它的名字叫做羅雅壇 羅雅壇的意思是甚麼 大家都聽起羅雅 這個聖經故事的時候 羅雅當然是方舟 因為大家都知道 神帶領羅雅入方舟 就保存他們的名脈 然後繁衍眾生 我講的是羅雅出方舟 他見到甚麼 彩虹 彩虹 他見到滿田浪者 就是覆倒地震源 海嘯 然後漫垃圾在那裡 水退了之後 那種迴難味道 其實是很沮喪的環境 他因而會去面對 他知道他的神鬥入方舟 他知道神會帶領他經過出傳方舟的滋喉 那與甚麼關係呢 如果我講的話 可能有些未必那麼好 其實19年的社運 因為我經常行過廣播 那些學生做了一個 專門做一個拱 我不會評論文文 而我講的心情就是 他做一些事情 阻擋一些車的時候 他在期盼做就這件事 去改變一些事情 在我的角度就是 我的背後有一個理念 我的背後有一個相信 我相信我的神會 保守帶領我去我的一生 那這就是我的一生 我的一生 有很多的黑痕 這些黑痕不是傷痕 而是我經歷的開心與不開心 我經歷過所有的事情 那如果我經歷過開心的事情 我某日沒有事 我記得德哥和他分享 我是笑著跟他講 因為我記得當時我的開心 但可能我記得德哥 我講我幾年前不開心的事情 我有兩個反應 第一個反應 我甚至數月都會流淚 可能會流淚 我看我多傷心 但是我又可能會釋懷 跟他講 德哥說 如果我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我可能會覺得 我真是笨 那人這樣對我 那人其實都很慘 我會釋懷 但這就變成了 我的人生和我的經驗 他豐富了自己 和開心的事情一樣 豐富了自己 好了 那面是怎樣 我是光滑的 被你打到花曬 還是我花曬 被你打到我光滑 不知道 因為我要適應社會 我要生存 但為什麼我這個面子 是這麼光滑的呢 你猜為什麼 我要死拆穩 就是沒事的 這是人的表現 但我背後經歷過很多事情 但是成就了自己 可能這個光滑的表現是很真實的 不是白眼的 但是可能有機會是假的 因為我要面對我的心 就是面對我周中的事情 要承受自己的事情 但是我在背後裏面 我就跟羅牙的感覺 因為我知道我背後的神 我應該可以跨過我所有經歷的記者 但是他未必表示給我 是會風衣粥食 是很順暢 其實他可能捉住他的手 是走到一些很難走的地方 他不一定去走一些康當大道 所以我開始去感受 我面對困難的時候 我應該去怎樣處理自己 多謝大家聽我的分享 好,我們先到這裡 好了,我們先到這裏 我先到這裏 可能待會兒要看我的影片 或者看我的相片 其實芳妮本身是有趣的材料 都是比較新的材料 但是我們今次 我放了幾件都是鑄造 有不同的方法 比如這件是鑄造 這件是鑄造 這件是060鑄造 這件是鑄造 這件也是鑄造 這件也是鑄造 其實有光 會令到有很多細節 會有不同的 譬如說這件本身是一種 用意大利的玻璃造出來的效果 是和光的互動會比較強烈 你看到這隻鑄本身 不是算好 因為它會反射光線 因為同一個光源射過來 會反射三個光線出來的 我們叫做Diaconic Glass 除了在太坦船頭之外 就是用來做裝飾 所以你看到它裡面 會充滿了很多發光的物質 令到光可以彈回頭 會產生不同的光線 所以我們叫它Diaconic Diaconic是反射三個光線的玻璃 它的溶點是1200度左右 是因為用火燒的玻璃 多數是1200度以下 超過1200度會頂不上 如果沒有燈 就看不到裡面的細節 因為這件玻璃 如果你走過去看 你會發現裡面很多氣泡 裡面充滿了幾千個氣泡 看到嗎 裡面的氣泡和氧化物 我們叫做還原燒 在玻璃很少是用還原鹽燒的 因為其實還原鹽就是 我們燒的過程裡面 可以減燒空氣 原來玻璃沒有空氣是不行的 如果玻璃沒有空氣 就變成不透明 會產生一些膜的效果 所以這件玻璃裡面 是充滿了一些氧化物 白色的氧化物 它會產生很多氣泡 因為這個方法 用了一段粉末去做方法 如果把玻璃剁碎 它變成粒 然後將它照做的時候 每顆之間就會出現一個氣泡 當這個氣泡不能夠彈除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 在玻璃裡面 會產生很多典型的效果 這個我形容為宇宙的天下 和宇宙的狀態 你發覺如果宇宙很雲觀去看 其實宇宙是一個充滿蓬著的氣泡 充滿了星雲的效果 後面你會看到很多玻璃粒 也會看到黑色的物質 這些其實是玻璃的氧化物 在不能夠充滿燃燒產生的碳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黑色的物質 因為這是最厚的 那些碳是沒有辦法 把玻璃排出來 所以這個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你可以想像是一個技術上高的限制 這個我叫雪糕的效果 其實是一個用了兩種特別的玻璃 這隻叫K9 K9 你可以上網看到K9是什麼玻璃 K9是一隻類似光學的玻璃 我就把不同的光學玻璃打磨 把它連結在一起 加上這兩個球體是我自己燒出來的 你會看到裡面有一個很小的星球 有一個星雲 或者有些打磨的玻璃 它就會產生一個很有趣的效果 因為它是光學的效果 所以你會看到我的手會出現在同一個 會反映出在這麼多個球體那裡 這件作品就叫做多元宇宙 它是第二個版本 所以同一時間你的手出現在一個球體那裡 它會出現在另一個球體那裡 即是說只要它連結在一起的話 你其實出現了在這個空間 你不仍然出現在其他宇宙那裡 所以這個就是去解釋 多元宇宙的觀念 和氣泡和球體有關的 如果你在拍照的時候 你可以放個頭在這裡 在那邊有人幫你拍照 就發現很多個頭會出現的 那你就可以拍一張selfie的照 那這個我們叫做dark crystal dark crystal其實是比較少的 在西方其實是沒有dark crystal的 但在我們中國 我在上海找到一種黑色的玻璃 它叫水脈的玻璃 這就是正正這次我想說的 就是原來宇宙是一個黑色的環境裡面 看到不同的光 有時候我們看到紅光 紅光在宇宙裡面代表什麼呢 代表毀滅和誕生 因為當一個星球毀滅之前 它會變成紅色的 紅色的瑞星或者紅色的銀河 這些紅色銀河其實將會毀滅的 它將會爆炸 爆炸會出現一個新的星球 所以這些紅色是代表另外一個效果 我就將一個星球表面的立體的造型 做出來 留意其實這隻黑色的玻璃 不是真的黑色的 因為其實是沒有黑色的玻璃 所以我們表面看到是一種綠色的狀態 但在裡面我們看到黑色和紫色的效果 其實是用了不同顏色混合了 產生黑色的效果 所以現在在這裡看到就是黑色和綠色的效果 這件作品是比較早期的 這件作品是講藍色的宇宙 其實是比較適合的 藍色的宇宙其實是比較適合的 其實宇宙其實不是藍色的 為什麼會有藍色的宇宙出現呢 因為有一個機構叫LASA 美國坦總署 它就用衛星拍了很多相片 而這些相片本身是沒有顏色的 那沒有顏色怎麼辦呢 因為它要拿一些照片去賣 它就用了地球的觀念 地球我們看到水 水是藍色 或者地球以外看到地球是藍色 這個其實是很主觀的 所以它就用了藍色去把相片染成藍色 所以我們最早期的LASA的作品 不怕的它不會掉的 不怕的它也不會掉的 不怕的也不會 不怕的 我們用了 一隻叫妙雙姑去 因為之前有一個小朋友來 所有的作品都移的 他移不了的 是好的 好 這件作品其實是有點思議的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星空 其實是不是藍色 其實不是 不過我們想像是藍色的 這件作品是很不同的 因為本來想做出來是大三倍的 但因為這麼巧 我的視頻剛剛 就是很短時間內要結束 所以就做不到 這件作品是一個slumping的方法 我們叫做 很低溫的 就是九八度以下 用了三塊玻璃去重疊 而每塊玻璃有橫性的線條 正正跟很早期的宇宙觀念有關 它是一塊平面的玻璃 但是加熱之後就會拉長 變成一個追撞體 所以它會將那些線條 變成一些彎曲了的線條 或者拉長了的線條 這個正正是其中一個有場的地方 我們叫做拉長 或者叫做slumping 你會見到其實和光的活動很強烈 因為它有三種不同的線 我叫做原來有經位線 當光線穿過去 那時候會產生很強烈的反射 而你會見到很清楚的線條 所以接下來我會做這類作品會比較多 因為它那個雕塑感很強烈 甚至如果我將它放很多個洞 然後將我們拉長或線條 會出現很多不同拉長的觀念 會產生很多強烈的效果 請問你那些線條的經驗 是否能夠倒它的走向嗎 可以的 可以透過雕刻 可以控制它的線條 甚至你開放很多種有趣的 關於宇宙的圖案內 都可以的 如果在一個靜點的環境 你可以用耳朵聽到 裡面有些回響 即是把耳朵抹起來 是的 因為當一個室內的環境 裡面有空氣的冒動 你就會聽見一些有趣的共鳴 不過要比較靜才聽到 如果增加它的層數會怎樣 增加層數會變得更厚 更硬 更厚 以及線條的狀況會更加強烈 更加光烈 都會 因為每一組裡面 其實裡面有很多氣泡 而氣泡裡面會產生結石 比較強烈 所以現在有三組玻璃 而這些木是我們叫風格 是綠色的 所以你看到它帶了輕微的綠色和藍色 如果我用 crystal window glass, 就會沒有了六成桶, 變成是藍色的 其實這幾組都是用了不同的材料做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用手背、手指骨去摸一下 你會發現它是不同的溫度 因為window glass和104的玻璃料和K9 和Crystal glass的溫度是完全不同的 它的紋理性有不同的 所以用手背摸 因為用手指摸, 手指會留下來 因為手指比較暖 所以你可以摸其他玻璃料, 溫度是有不同的 所以我用手指摸, 方式會實在 我們在一起, 如果有東西要看, 看到, 面對一邊 然後, 在這裡, 手指摸 我們在三個月的行程 在家裡, 手指摸 在家裡, 手指, 手指摸 在家裡, 手指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